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所謂Gyroscope Gyroscope叫所謂陀螺儀陀螺儀的靜洞 這個Presession就是所謂的靜洞 其實陀螺儀跟靜洞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該怎麼講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物理現象 這個物理現象其實在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等一下我們來講一下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看過很多科普掩飾就拿一個車輪 再轉動它然後掉這一根繩子 看到那個車輪就會一直在旋轉 有沒有看過 本來正常來說你們看到那個車輪 你們正常來看就是車輪 車輪當然是這樣子一個圓形的 然後中間一個軸然後有這個線對不對 好那你把車輪轉過來這樣看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會看到人家有一些掩飾實驗 這邊有根軸對不對 然後正常來說呢然後它會掉一根線上去 正常來說我們這樣拉一根線上去 車輪就會倒下去嘛對不對 那你看到人家的掩飾就把這個車輪轉得很快 那你發現它就不會倒了 不但不會倒而且還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繞著這個地方再轉圈圈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個實驗 這個幾年前我們 我們還有在做這個物理掩飾的時候 現在系學會不太做了 以前我幫系學會在辦這個物理掩飾都會在這個樓下 以前都有一些影片照片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掩飾實驗 就是這個所謂的不會倒的車輪 那課本這張圖呢其實也是類似的 它把車輪的這個柱子 它不是用繩子吊著 它只是可能這裡放一顆球 放一顆圓球 然後呢下面有個基座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是圓球嘛 所以這個或者說這裡稍微設計一下 所以我這輪子放在上面的時候呢 一般來說它不轉動的時候 它還是會倒下去 那快速轉動的時候 它不但不會倒而且會沿著它繞圈圈 沿著它繞圈圈 那課本這張圖就是這個的示意 所以這個基座 然後也跟棍子穿過它 然後這是車輪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為什麼這樣的車輪轉動 它不會倒下去 會這樣子繞圈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簡單分析一下 你看喔 假設這個車輪的這個軸 到這個支柱這個地方的距離叫做R 那正常來說這個R在這樣子 那車輪有個它的質量是M的話 那收到重力就有一個MG朝下囉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R closeMG 假設R是朝外對不對 那個重力的方向是朝下 所以RcloseMG它就會有一個朝這邊的一個立舉 正常來說有一個朝這邊的立舉 好 那朝這邊的立舉 那不要忘記 立舉是做什麼用處的 什麼叫立舉 立舉的用處是要讓你發生 什麼 角動量隨時間的變化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 這個輪胎 它如果是沒有旋轉的情況下 它是沒有角動量的啊 對不對 那你角動量 角動量如果等於0的話 那當然怎麼 當然也不可能隨時間變化對不對 所以呢 它一瞬間就倒下來了 就倒下來了 好 那現在 假設這個輪子做快速旋轉的時候 那情況就不一樣囉 我這樣快速旋轉的時候 它就有一個角動量L 對不對 朝這邊 所以呢 如果照這個圖去畫的話呢 好 把這邊擦掉 你看 就是如果這個輪子在做快速 旋轉的時候 這樣快速旋轉的時候 這樣快速旋轉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有一個角動量 這個 就有一個L L方向這樣子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從上面來看的話呢 這從上面看下去喔 看下去喔 就是 這個 這邊 然後輪胎長這樣子 這輪胎 好 那我們從上面看下去的時候呢 它的角動量呢 是這樣子 L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立舉的Tau Tau 好 立舉的Tau呢 是往這邊的 對不對 這有個Tau 是不是 所以呢 有個 有角動量有立舉Tau Tau是想要做什麼事情 Tau是依照剛剛寫的 他是想要讓你的角動量發生變化 對不對 那角動量怎麼會讓它發生變化呢 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喔 如果我把這個稍微平一點點 如果可以平一點點的話 比如說平到這邊來 那我這個L 是不是就 只向這邊 對不對 如果我轉動的速度是一致的話 Omega都一樣喔 因為L 等於I Omega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我的Omega是一致的話呢 我從這邊轉到這邊 我的L的量值是一樣的 那量值一樣 並不會改變 這個 角度上看起來沒有隨時間變化 但是不要忘記 它還有一個變化是什麼 方向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方向變化 所以它這裡就會有一個方向上的變化 所以這裡 這個 這個 就是ΔL ΔL 對不對 所以 在這一個情況下呢 雖然我重力給我一個往前的力矩 可是我輪胎這樣旋轉呢 它沒有辦法改變它的量值 那我只能改變它的什麼 方向 對不對 所以它就把它往這邊推 當你到這邊的時候 下一刻 你的下一刻 你的力矩又朝向這邊 對不對 因為它永遠跟這個重力一定往下嘛 對不對 然後呢一定跟你的R做垂直 所以呢 它又有一個力矩 往這個地方 永遠是90度 這個力矩給它永遠都是90度 這畫得不好 這永遠都是90度 所以下一刻它又想把它往這邊推 那因此呢 本來應該要倒下去的呢 變成怎麼樣 要倒下去的這個力變成力矩 把它往前去推 所以呢它就會沿這邊 一直轉圈圈 一直轉圈圈 不會倒下去 那所以呢 這個這種運動呢 就叫做所謂的靜動 靜動 那你常見的靜動 當然 這是極端例子 就剛好它完全躺在這邊 然後這樣繞圈圈 一般你常見的是什麼 你常見的是陀螺 對不對 陀螺長什麼樣子 陀螺 這樣子對不對 陀螺是類似長這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陀螺嘛對不對 陀螺有個柱子 有沒有大 有沒有是大溪人的 有沒有 有沒有人是大溪的 住大溪的有沒有 大溪知道那個 有個公園上面很多陀螺吧 知道嗎 大溪那個 如果你們去大溪玩啊 大溪不是有個很有名的橋 尤其晚上點燈很漂亮有沒有 你知道啊 你去過嗎 你是大溪人嗎 不是 跑去玩過 知道有個陀螺嗎 那裡有一個很大顆的陀螺 對不對 好 你去看那個陀螺啊 陀螺在地面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除了自己沿著這個軸 自轉以外 他還會怎麼轉 他還會這樣子轉 對不對 這應該有看過吧 陀螺這樣 那這種旋轉叫做進洞 就是進洞 就是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好 OK 所以那個這個進洞呢 我們可以由這個L的I omega 然後維持角動量守恆的這個概念 來去做一個推估 那因為我們的TAU呢 是DL 我們TAU呢可以寫DL的T 所以DL呢 就可以寫DT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呢 我們在這裡呢就可以 看到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就是裡頭的這個東西 它在自轉 然後呢 它在沿著某一個軸 在這樣子畫弧 一路這樣子的這個旋轉 那這個旋轉的這個 這個進洞的 進洞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角速率 Omega 我們就可以寫MGR 除於I omega 那這個MG呢 就是它的什麼 受到的重力 那R呢 就是現在以這個畫弧的這個 你看這個就是 這就是你的R 這就是你的R 其實這樣畫不太恰當 應該畫直心啦 假設它的直心在這裡好了 到中心點 這就是你的R 所以我受重力叫做MG 那我的這個直心 到你的轉軸距離叫做R 那MGR除上I omega 就會是它的什麼 這個叫做所謂的 進洞頻率 那事實上我們地球也是 一直在進洞啊 現在的地球 它這個自轉軸 跟這個垂直這個 這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黃道面 對不對 是不是差了23.5度 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這樣在轉 那事實上呢 它還是有一點點 微微在進洞 微微在進洞 所以這個 我們的北極星 跟以前的北極星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有時候常常會看一些這個 常常會有一些什麼網路八卦新聞啊 說什麼以前的埃及金字塔很神秘啊 對不對 建造什麼什麼東西啊 有一些當然是不對的 那有一些對的點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說這個 這個古夫金字塔 就是最大的那個金字塔 它的一個通道它的走道 現在是指向所謂的天龍座的阿法星 那剛好在6000年前那顆是地球的北極星 它就是這個 古代人他們對這個宇宙的了解不多 但是他們知道一些 至少知道一些事情啊 比如說哪裡是北極星 就是當時的北極星 那因為地球的進洞 所以現在慢慢慢慢慢慢就跑掉了 對不對 現在大家知道 這是小熊座的這個尾巴 對不對 是北極星 所以地球是因為這個進洞 所以我們的北極星會一直跑 那這個陀螺呢 也是這樣子 它也是一個這個進洞的一個現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進洞跟什麼有關 看這個公式 我們說我們的Omega 這個插掉 我們的Omega Omega等於M G R I Omega 那我們可以把它稍微拆解一下 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M G R I M 基本上它正比於mR平方 我們先不管它的這個 這個幾何形狀 大概正比於 我寫正比於比較恰當 因為這可能會差一個係數 對不對 大概正比於mR平方 那這可能前面會有個係數 不知道的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它是跟質量無關的 這兩個R應該是一樣的 它跟什麼有關 跟你所受到的重力 以及你自己這Omega是什麼 你自己這個轉動的速度 就是Omega 那轉動這個角速率是大Omega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進動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這個 所受到的重力 還有呢 你到直心的距離 還有什麼呢 還有你的這個 這個一開始轉動的這個速度有關 這就是所謂這個進動 進動 好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跟這個重力是有關的 所以假設你這個重力很大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進動的速率呢 就會非常的快 就會非常的快 好 好那當然這進動速率也跟你的什麼 與水平面的這個夾角無關 你看這裡頭跟那個都沒有關係啊 它只跟你的這個 裡頭轉動還有重力還有這個R值有關 好那這個就是這個陀螺儀 那陀螺儀其實在很多地方 其實很重要 那譬如說呢 在這個軍事工業上就很重要 不一定軍事工業 民用的工業也很重要 你知道什麼地方 有非常大的這種陀螺儀嗎 你們知道嗎 我們現在你們出海啊 坐郵輪 甚至坐這個 當然如果你們去看過 航空母艦 有沒有看過航空母艦 參觀過航空母艦的 有沒有 有沒有參觀過 那航空母艦上呢 都要有超大的陀螺儀 而且那個陀螺儀的轉速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當然那個陀螺儀 這個陀螺儀 這樣講有點奇怪 陀螺儀聽起來像是儀器 但是呢 只要是航空母艦 或是大型的船艦 上面一定有一個這樣子質量很大 轉動非常快的這個東西 那一般我們還是叫它 Gyro 就一樣叫它這個陀螺儀 那這個東西放在船上有什麼用處呢 知道嗎 知道嗎 船上喔 如果你們去看 以後喔 你們去看 有機會 譬如說像去這個 美國夏威夷 對不對 美國夏威夷 有一艘很有名的航空母艦 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珍珠港事件啊 被擊沉的那艘 航空母艦叫什麼 你知道嗎 叫秘書李浩 那一個船裡頭 假設這是船 好啦 原諒老師這個平弱的美術能力 一艘船在海上 在海上 好 為什麼裡頭要裝陀螺儀 假設 好 這樣畫 有一個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轉動非常的快 它走在這邊 那通常呢 會裝兩個方向 這樣子轉動非常的快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你有一個這個東西 轉動很快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 角動量L 寫成I omega 對不對 當你Omega很大的時候呢 你的L是不是就會非常的大 對不對 當你的角動量很大的時候呢 你想要去改變它的方向 就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知道嗎 一個東西角動量很大的時候 你想要改變它 就會非常非常的困難 好 那如果你有一個角動量很大的東西 這個時候呢 我 我如果把這個定死在船上的時候 我想要把船 這樣子 轉 或者是這樣子轉 容易 容易 不容易嗎 對不對 因為我的角動量是這樣子啊 如果這角動量很大的話 我想要讓它稍微輕斜一點 就很困難嘛 對不對 那同樣的這個方向呢 表示我 這樣子 或是這樣子 傾斜就會讓你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困難 對不對 所以我船隻在運行 在航行的時候呢 它就會非常非常的平穩 那尤其在軍事的載艦 像航空母艦特別重要 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嗎 一般的船也就罷了對不對 頂多就是你們 坐上去吐一下而已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戰艦就很重要 尤其航空母艦 你知道航空母艦啊 會有飛機飛過來嘛 對不對 會有飛機在上面嘛 飛機 飛機都畫成這樣子 對不對 飛機 這樣下來 對不對 好啦 今天在海面上風浪很大 對不對 飛機本來預定 我要在這邊 這邊 碰到甲板 對不對 就一個浪上來 砰 對不對 直接就把你飛機擠回了 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 不能發生嘛 還沒打仗 你的飛機就自己墜毀 對不對 不能講墜毀啦 像是被船艦給什麼 給它把它擠落 對不對 自己的船艦把它擠落了 這種事不允許嘛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讓你的船 即便海上風浪很大 它也不會搖晃 或者是擺動 這樣了解嗎 它飛機著陸 著在航空母艦的甲板上 它才會平穩的 怎麼樣 平穩的飛行 不然你光是一個降落 就完蛋了 對不對 降落就要損失 你再100架出去 你可能降落就損失了50架 對不對 就不用打仗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去看它 有好一點的船艦 就會帶這種陀螺儀 那但是呢 缺點是什麼 非常的耗油啊 第一個 轉這個塊 當然要很多的能量嘛 對不對 對不對 2分之1i Omega平方 對不對 第二個它一定很重 對不對 不管是重 或者是轉的快 你都一定要耗能量 所以這個 要養航空母艦是很貴的一件事情 光是燒這個油 就沒有辦法了 對不對 這樣了解嗎 所以常常有人說這個 為什麼台灣不做一台 航空母艦 因為據說我們全年的軍事預算 剛好養一台就夠了 其他都不用 什麼士兵的錢也不用發 這個武器也不用 維護也不用買 全部養一艘 光燒它的油就夠了 其他都沒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個不切實際的一件事情 好OK 那這是第11章 第11章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沒有問題 好